严先生是胡州人 在一家超市做保安工作 他说自己平时有在实体店买彩票的习惯 一个星期会买个两三次 是老彩民了 但重奖不多 去年12月25号 一个陌生QQ主动添加了他 他说他们是那个正规的那个彩票平台嘛 问我有没有兴趣在网上购买彩票 我心想网上购买比实体店要方便 因为那个手机操作就可以买了嘛 他那介绍那个网站我就直接登录进去了 严先生介绍 对方推荐的网站名叫苹果彩票 里面分官方彩和传统彩 严先生觉得看起来还挺正规 我前面没买 他就叫我充值点钱试完一下 那我就问他 那我说充值现在有没有那个什么礼物送啊 他说是充5000块 是有那个礼物送的 什么礼物 就是那个手存他是送了我388所 那我觉得我反正要买彩票的呢 那我当时就充了5000块钱嘛 严先生说充钱后他玩了几天 感觉中奖率不高 本金反而减少了就决定收手 但对方又给他发信息了 28号那天他又发信息给我了 他说现在我们为了庆祝元旦嘛 他说我们对我们公司那个活动力度比较大 他说现在你充值是很划算的 到时候如果你种了你就取出来好了 那我当时也想对我就买小点嘛 不要买这么大嘛 我就充值了10万块钱 严先生充值的10万块属于充值好礼中的最低档 可以申请188块的花费大礼包 额外还可以赠送3000块彩金 彩金据他说也是可以取出来提现的 我现在第一次我充值了5000块钱 不是全没有了吗 这次拉回来一点也是好的 我现在 而且他们也是正规的 我也就不担心了嘛 严先生充值后又玩了几天 但赢的也不多 1月2号他想把剩余的钱取出来 总共是10万2400块 在平台里显示提款成功 但卡里一直没有到账 客服一开始解释是因为假期银行有延迟 可严先生等了24个小时 还是没有到账 他直接就说我这个资金冻足了 我说凭什么冻结我的资金 他说这是我们公司的规定 那我就说那么你们就是骗人的了 骗人的彩票网站了 不是那个正规的了 如果你们这样属于那个诈骗行为 我说我要报警 我说他后来说 他说你去报警好了 严先生说后来对方把他拉黑了 一直到现在钱也没有退回来 严先生说自己月薪才三千多 没有太多积蓄 投到网站里的钱 大部分是跟朋友借的 借了几万吧 因为我本身自己钱也不是很多嘛 我本来是想那个提现 到时候提现提出来 还给的朋友的 那现在 现在还不知道 我这几天都是一直吃不进睡不着 我就是不希望以后再有人上当受骗了 严先生已经报警 胡州粤和派出所已经立案调查 案件正在侦办中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